嗨 各位寶可夢的朋友們 好久不見啦 我是YG 相信大家今天都看到了 我們那位和阿爾宙斯單挑的木木霄 將在大約兩週後出現在珠子啦 今天的影片就是在木木霄出來之前 先帶大家認識一下木木霄 還要聊一下我們可以先準備哪些寶可夢去對付他 那當然這隻只是預測影片 大家就當作是聊聊自己的看法 有什麼其他的打法呢 也都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實際狀況還是以當天出的時候為準喔 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也歡迎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那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就正片開始吧 Let's go 這次的最強狙擊速消的活動時間呢 分別是在3月17號的8點到3月20號的7點59 還有3月24號的8點到3月27號的7點59分 太金屬性呢是飛行屬性 木木霄本系屬性呢是草和幽靈屬性 種族值比較需要注意的是他是屬於雙刀型的 物攻和特攻至少都有100 特防呢也有100喔 一開始呢看到這個我可能會選擇用物攻手去打他 並且他的物防只有75 不過這方面呢有一些疑慮等等再跟大家說明 那他的夢特性呢是遠隔 這個效果是不會觸發任何接觸類招式帶來的附加效果 例如說靜電就會無效 那其實對我們的攻略是影響不大啦 所以我們就先不管他 那雖然說他是雙刀型的 但他的本系招式池大部分都是物理攻擊 需要提防的攻擊招式有 草屬性的夜刃 飛夜風暴 幽靈屬性的風影 飛行屬性的勇鳥猛攻 那如果是技能學習機的話要提防的攻擊招式有 草屬性的能量球 不排除會不會開大晴天放日光速 飛行屬性的雜技暴風 幽靈屬性的暗影爪還有暗影球 除了攻擊招式以外 需要提防的變化類招式有 加兩級特攻的軌跡 還有降低對方兩階攻擊的羽毛5 羽毛5呢我個人是覺得蠻有機會出的 Maybe開場就可能放個羽毛5之類的 畢竟我們看到75的物防呢 大部分都會選擇想要用物攻手去打他 如果真的要繼續用物攻手的話 可能還需要搭配個挑釁之類的 那這隻在變成飛行太近之後呢 他的弱點就是雷屬冰屬還有岩石屬性 那最簡單的話就是用我們之前的老朋友鐵壁榜 一樣練滿物攻和HP 開局先復古然後第二回合再開始一隻雷電拳 這可能是目前最簡單的配置喔 大家也不需要重新再多練一隻 只不過鐵壁榜他不會挑釁 而且雷電拳的威力也只有75 如果對方真的會羽毛5的話 那就有點難過了 那如果說真的要選一隻特攻手的話呢 那紙版玩家就不需要想了 我們直接帶出我們的密熱盾 練滿HP和特攻 然後用金屬鷹來降對方的特防 搭配泡物面充電絕對可以磨死狙擊速消 那如果是豬版的玩家要怎麼辦呢 各位可以選擇一樣是我的老朋友電鍍娃 搭配電力轉換的特性 練滿特攻和HP 一直使用拋物面充電也是有機會把狙擊速消給磨死的 也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那基本上呢我會推薦寶可夢就這幾隻啦 當然目前呢都還只是預測 各位也可以先抓好這幾隻寶可夢 素材先農好 到時候等狙擊速消出來了再把資源給投下去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3月17號當天我也會第一時間去挑戰這個狙擊速消 並分享一下單人通關的攻略給大家 有興趣的話呢就不要忘記訂閱和開小鈴鐺喔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的話 我們下支影片的分享